到底有没有灵魂伴侣 我在工作中真的遇到过好些灵魂伴侣的夫妻 他们也会遇到问题 但是在面对和解决问题的时候依旧是同频的 那什么样的伴侣关系才能达到灵魂伴侣的程度呢 我结合我们咨询时的案例 以及哈佛心理学家叫洛根尤里 在如何避免孤独终老这本书里的一些观点 总结出来以下四点 符合一项以上的 其实你们就可以往灵魂伴侣的方向培养和发展了 第一 情绪稳定人品好 你和他在一起 情绪是可以保持一个平和和稳定的状态的 遇到事情也不会过度着急焦虑 他可以在一个理性的状态去判断 情绪稳定人品好的人 不会追求激情的爱 他的爱会像溪水长流慢慢滋养你 第二 拥有成长性思维 你俩在一起是可以感觉到 彼此都变成了更好的人 认知也提高了 生活水平也变好了 处理问题的能力也增加了 人际关系都能通透了 你们是彼此最好的老师和伙伴 第三 是不是能让你放松 两人在一块不拧巴 也不痛苦 爱是流动的且温暖的 并不是需要纠结和难受的 第四 可以共同处理问题 这点非常重要哦 遇到矛盾 不逃避 也不互相甩锅指责 而是共同面对共同解决 这样可以很好的两个人一起协商出来 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法 并且互相配合的去完成